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将在9月13号迎来全新的iPhone14系列 那么这个时间点iPhone13系列还值不值得买呢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iPhone14系列的爆料 目前基本可以确定 本次会出四款新机 分别是14 14 Max 14 Pro和14 Pro Max 小米以往新增了一个Max版本 也就是6.7英寸 这大概就是争对预算不多 又想体验大品种互设定的 而极有可能就是搭载A15芯片 我猜测上市价格会在6999这样 而14会是5999左右 如果想要体验A16芯片 至少得有8000块以上的预算了 再从设计上来讲 也只有Pro和Pro Max 才会用上全新的感叹号挖孔屏 这样看来似乎14对比13 并没有太大的升级 如果预算充足 选择Pro Max肯定没啥毛病 但对于只有5000左右预算的朋友来说 明显iPhone13会相处不少 加上新机发布老款都会有折扣 没准会降到4000出头也难说 iPhone13依然会降到2023年 这基本没啥悬念